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老百姓来说 粮食是最重要的 吃饱了 对味了 也就知足了 每逢过年 父母总是忙进忙出 张罗一整桌的菜 每道菜的背后 都是期盼儿女早一点回家的心情 也诉说着每一段回家的故事 在明星以前 怀安 扬州 都是全国有名的大都市 都有各自的饮食文化传统 明星以后 怀菜和阳菜逐渐融合 并融合南北风味与一炉 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怀阳菜 生命先生是位落脚台北的扬州人 热心怀阳菜传承的他 做出了一碗属于台湾的石子头 其实做石头在扬州地方 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菜品 在我们扬州就属于妈妈菜 妈妈都会做 所以做这个菜主要用于用心 每个步骤一定要按照传承下来的技法来操作 比如说肉回来之后我们都要切丁的 千万不能用绞肉或者是打碎的 就是有的厨房它为了方便为了快捷 就用了一些绞肉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肉出来之后就会发财 同时呢这个我们在炖制的时候呢也是用慢火来炖 所以扬州石头最重要的切 它就是注重大工的护工 唐代诗人李白 黄鹤楼宋孟浩然之广民说道 故人惜词黄鹤楼烟花三月向扬州 块头轻轻一触 点开的是送别好友时的不舍 在口中化开的是对扬州的回忆 火洋菜道道吃的都是文化的底蕴 都是历史洪流的经典 石头呢它是火洋菜的 也是一个代表性的菜品 这个历史传承下来这么多年 这些老师伟一直传承到现在 一直就是没有改变它的做法 但我们在台北呢 也传授给台北的当地的一些师傅 这么多年呢也教了很多人 你有一些肥的吗 肥的这个 要给我扎在一起 一斤瘦的 读高中的时候 我看过那个梁石秋 他的亚瑟小品集里面有一篇谈到吃的问题 他书里面就提到狮子头 就对这个狮子头很有感觉 可是那个时候台湾吃到狮子头 还不是那么普遍的事情 因为我先生他的老师 陈杰仙老师 他刚好是扬州人 我的老师陈杰仙 他是扬州江都人 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吃 而且很擅长做吃的人之后 便常常要他到家里来做客 他确实能做出一些 我现在想起来都还非常回味的一些佳肴 其中最有名的是狮子头 后来久而久之 也因为他来了多次之后 也教了我老婆做一些 扬州当地的一些比较著名的食材 那个时候我们刚结婚 我也不太会做菜 陈老师教给我的 应该就是他们家最传统的扬州狮子头 他完全就是靠肉本身的甜味 跟大白菜的甜味去熬制下来 所以连他的汤汁都非常的好喝 很甜 也不加任何的调味料 最简单的就是加点盐 或者是加点酱油 陈杰仙教授于2019年3月17号指示 一饭一菜皆是思念 都是香情 是时间的味道 也是亲情的味道 如今留在林老师夫妇心中的 我只是记忆中的味道 而是传承恩师在中华历史文化 所留下的资产 他在很多学问的领域方面 做了很多开启风气的一些研究 比如像满文学 比如像阿尔泰学 然后他对两岸之间的一些学术交流 他们共同推动大清史的一个工程 这些都是非常体现 江苏人跟台湾之间的一些文化学术交流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歧视 他有那个江苏人的细腻 有那个苏北人的那种胸襟的开阔 印象里头我很喜欢到他家 因为那种家里的那种感觉气氛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一个协调 夫妻数十年来相亲如宾的一种 家庭的一个气氛 他曾经引用梁石秋书上的一段话说 人间有味是清欢 他说人生也是这个样子 不要加太多的调味料 原味最好 人生是生活的减法 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魂放 回到最单纯的初心 才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 我留在你命里最有的情境 在这里 孟先